有時候如果肉質已經經過 舒肥的處理客人還是 他就會想要退貨 大力很分手 我跟你不熟 不是啊 三杯一瓶 然後再把雲安拿出來 他一定吃 欸 好吃啊 謝謝你幫我換了 有氣勢喔 這個CEO 這個CEO的臉 幹練的感覺 CEO 好 你是康哥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大家好 我叫雨晨 身高165公分處理座 OK 請問一下最近喔 就整個那個 電子事業那個走向是怎樣 你感覺完全就是一個生意人 對不對 PACEO 要介紹店家事業 我的店在東區仁愛路 然後店名是 悄悄號餐酒館 欸 我聽過 都去過 這有名的欸 悄悄號有名喔 因為現在我說實在 餐酒館很多 各型各類的 請問一下 你們餐酒館的特色是什麼 只能講悄悄話 只是我們音樂還蠻大聲的 裡面也還蠻熱鬧的 跟店名有點相反 那我們主要的特色是 我們是有跟米其林的 星級主廚做合作 啊 畫書米歇 然後我們是走 異法的創意料理 來搭配不誇戲的調酒 因為做吃的這個東西 就是有時候大家對美食 每一個人都有主觀意見 主觀意見 對 那你們有沒有遇到 主觀意見不合的客人 因為我們店裡 還蠻多肉類的排餐 那通常我們肉類排餐 都會經過 蘇菲最大的手續 去做處理 讓他的肉質更軟嫩 對 但是有時候如果肉質 已經經過蘇菲的處理 客人還是不滿意的話 他 就出去 沒有 他就會想要退貨 啊 這麼狠 他就吃到只剩下一點點 然後說這塊肉他不行 我不行 吃完了 我吃完以後 我覺得不行 我不改過 不改過 太賤了 不過這個是真的啦 像我一個朋友 我在關島有一個朋友 他太瘋狂了 因為我們去吃 吃牛排都會問你幾分之后 幾分之后 然後我們去吃 他就跟他講了一句英文 那以中文來講 就一分 這也太深了吧 一分也很難做 我說你真的假的 真的 送來了 你知道在美國 他們是可以要求換 他拿起來看一看 太熟 太熟 那個血水應該都在了 沒有他確實做的是比一分 我沒有一分就對了 三分 他就進去再換一塊新的出來 那個雞 真的我看就是一分 生肉的 幾乎吃下去已經有一點血了 那我說你這樣子吃 你何必來餐廳呢 我們要再 擦拭牛肉的豬 就讓你咬他就好了啊 最新鮮還熱的有沒有 我還以為是獅子王是不是 啊 獅子王鬼 這獅子王鬼 有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人吃肉 它是不一樣的想法 就有時候 太主觀了啦 對 你這樣說 一分也有人吃 五分 對啊 那有時候我們吃 我們吃五分多一點 七分 你不懂 怎麼會這樣吃牛肉 不懂牛 對 就是每一個人想法不一樣 那你們遇到這種客人的話 你們的處理方式是 我們通常如果他想要 把這個排餐退回來 我們第一步驟會先回廚房去 鑑定一下 看一下是廚房的廚師的失誤 真的是沒有處理好 還是 是他個人的認知問題 那如果我們再三確認 真的是客人認知的問題的話 就 請他喝三杯笑 先把他灌醉 請他喝三杯笑 我跟你講 他講對了 就給他喝三杯笑 然後再把原來拿出來 他一定吃 哎呀 好吃啊 謝謝你幫我換了 我幫我們吃這個 夠懶貝啊 出衣模樣的 翻個面就過來 所以說這個做生意難 你要學得到 以後做生意會遇到這種事情 好 對不對 有時候自己就叫你過來伴舞 那你怎麼變了 只有你 你電了是不是 那今天是帶來你們店 你們的特色菜 哦 來了 來囉 快囉 菜的話有兩個 你們可以先 豬肝你們敢吃嗎 是內臟類的 可以 豬肝喔 可以 豬肝大部分的人會比較害怕 因為他內臟類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因為他有事先走水 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走水就是 就是豬肝走水路上來的 對啊 他會不會走水 走水就是使用流動的清水 去其他的血腥味 去腥 對 因為豬肝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會有 有一個味道 腥腥味 那它就是這個方式 可以去掉它的腥味 腥味要去掉不容易 然後再來豬肝也會粉粉的 但它不會 因為它有 使用了 台式那種煎豬肝也都滿好吃的 餐具也講究這個餐具 這創作豬肝 你看 創作豬肝 展性 酸酸的 它是什麼 醋的 義大利的醋 成醋 真的耶 吃起來不像豬肝 真的耶 要看得到它裡面那個粉 粉粉的那個感覺 很漂亮 吃起來不像豬肝 好吃耶 好吃 真的不會 這個味道還得了 我本來也不太吃內臟 但是這個我 我可以接受 好 這好好吃喔 我也是不太吃豬肝的 這個完全沒有 真的沒有什麼腥味 我是從來不吃豬肝 我今天是寶貝 真的假的 好啦 你剛剛是吃那個菇吧 沒有 我只有吃一個 他這個豬肝 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真的 用那個 然後那個醬 你們說的很開胃 那第二個前菜的話 它是干貝杏鮑菇 哇 它是使用日本生食體的干貝 然後搭配杏鮑菇 然後上面有明太子醬 跟青醬的部分 台灣人太有錢了 人家生食 你們日本人生食 我們哪來煮 哇 你看我們多奢侯 稍微自燒一下這樣 自燒的 哇 這個杏鮑菇 這個都很貴 怎麼樣哥 怎麼樣 青鮑菇很脆 你咕嚕咕嚕的吃得很酷 我幫你們添了嗎 爽口 厲害 紅的 好吃 好吃 欸 我還想吃這個喔 太香 比較沒有罪惡感 對 蔬菜 對不對 蔬菜 然後就是貝類 熱量比較低 不是海鮮 而且顏色也很繽紛 而且杏鮑菇 不是 它這個杏鮑菇太厲害了 這杏鮑菇應該是台中的 馬國完全不輸干貝 南投 接近了 差不多快 在子宮裡就到了 我要跟妳騎 一巴什麼 你剛剛講好了 一巴掌就打破來了 我好笑 他不是贏到的 這個是我們跟法國的 米其林主廚合作的 很厲害 它是帶有 珍果奶油香的羊排 它是羊排 這個嗎 它是羊排 它下面幾層是 下面是玉米餅 玉米餅 它是搭配 主要主角是上面的羊排 它上面有裹一層去炸 還是怎麼樣 上面裹一層這個 還有蘇菲過 剛剛大家這樣子切開 喔 哇 這看起來很酷 它那個切開 你這個切的手法 看得出來法式的 對 我有跟法國米其林 輪胎合作 它裡面這個感覺很特別 它不是單純的一塊羊排 就是直接給你弄上來 它是裹起來的 嗯 對 它是使用 蒸果 然後把它多的 碎碎的 然後跟奶油 混成一種 特別的醬汁之後 包著羊排 烘烤 這太酷了 低溫烘烤 這感覺就像費工的一道菜 對 它還滿費工 主要是它前面還要經過蘇菲 嗯 怎麼樣怎麼樣 好吃 真的喔 它那是什麼味道 它有 因為它上面有裹到一層 淡淡的蒸菇 我跟你講 你這個羊肉對不對 你不敢吃羊肉的人 吃沒有問題 完全沒心味 預備 起 你怎麼吃 可不可以搶了 可不可以搶了 那你現在吃 那你現在要不要吃我 這樣吃輕指動 對 哇 這個豬吃起來 它那個咬下去 特別是它那個juicy的程度不一樣 看起來好像會很柴 其實不會 沒有 不會 我們這裡已經放了一下 但它的那個juicy程度還是非常非常的飽滿 這傢伙生前那個 運動量非常大 而且 它的油脂跟它的瘦的那個狀態 剛剛好 就跟一般肉粥不一樣 濃鮑合度 對 因為肉粥有的時候它那個脂肪的部分 會吃太油膩 太噁了你知道 會膩 對 這個完全不會 而且很厲害的是它的那個醬啊 不會搶過豬肉 它那個本身的那個香味 這種肉喔 你就要主角九六 當它的肉汁跟你的那個唾液 還有你口腔裡面的溫度 它的結合在一起以後 再慢慢擠出那個肉汁 那個時候的肉汁是最香的 它真的是 它的肉是軟的 但是咬下去是會有一種脆感 對 彈性 我們會不會講到連你都不相信我 沒有 我們講的是真的 只是我們形容這個方式 比一般人 活躍一點 對 比較具體要表達給觀眾知道 對 這樣觀眾透過螢幕就知道 我們到底在講什麼 真的 會回甘 我這句重點 甘 回甘 剛剛有講 那甜味 什麼意思啊 背無力 搶通腦 對 對 講過了啦 講得很好 因為我要過一下它才會 慢慢 一吃馬上就回甘 那一定是在回甘 沒有沒有 很舒服 OK 悄悄話 在哪裡啊 仁安路四段在東區 營業時間到凌晨一點 喔 唉唷 平日一點 假日會到兩點 假日到兩點 太棒了 來就去 好 蛤 我們只是浮誇 你不能說謊 他敢講就他 就他弄成立場而已啦 你看他聽到沒有 他叫他處理 唉唷 哇有在道上這個 神 懂事是不是 來 謝謝 請坐